外资连两买骑虎难下 现在台股怎么办 真的是很难判断 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纪人士 我是万伦 欢迎华信投股总经理 谢文恩老师 大家好 老师我们有看到外资是连两买 现在其实骑虎难下 毕竟现在台股跳水了 究竟该怎么看呢 好的 那么其实万伦下这标 下得非常非常好 外资连续两天买进 可能大家想说 哇台北股市总算落底了 结果礼拜五台北股市 又出现往下的跳水 那基本上我这边 我还是老话一句 现阶段你真的只能摸着石头 慢慢的过河 怎么讲呢 来我举个例子好了 其实今天是礼拜五 礼拜三的时候 其实我在盘中连线节目当中 我就已经很清楚跟大家预告 我说大盘的主力心态 已经由空转多 而且它的收盘 它是大于AC 那至于AC是什么样的 也所谓概念 我们的Telequin你记得要锁定 那昨天礼拜四的时候 也就10月27号的时候 在飞盘的夜水盘中连线 我还是很清楚跟大家预告 我说大盘的主力心态 它是个标标准的多 所以说主力心态连续两天都是多 所以导致于外资连续两天都站在买方 可是现在比较可惜的夜水地方在于哪里 今天早上起床 我们看到飞半指数是出现往下杀的夜水状况 而且就台币的夜水角度 大家可能认为说台币昨天出现往下的夜水跳空缺口 是代表台币要开始由扁转为一个所谓深 对 所以说我讲坦白的 一切的种种我都没有办法给你肯定的夜水答案 怎么说呢 如果说单纯就心态的夜水角度 今天早上心态一度多 可是后来心态又由多转为一个所谓空 这是为什么你可以发现的今天有很多的夜水股票 三南三北走一回往上急拉又往下急杀 甚至于电动车的夜水题材真的是标准准杀无色 那我个人的看法在哪里很简单 首先如果说我们仔细看一下台币的夜水部分 基本上台币它之前都守住月线 然后守住月线然后就往上升 又讲往上升的意思是说股价往上升 壁值往下扁 那么在昨天出现往下的夜水跳空缺口 那代表空头的夜水气度心 正常而言台币应该有机会去挑战 这一条红色的夜水线 可是问题现在国际的夜水变数实在是太多了 毕竟我们都知道在11月8号 美国其中选举之前 我讲坦白了 不管包括共产党 讲错了共和党 不是共产党或是民主党 他们唯一的夜水口径 就是讨厌中国 就是制裁中国 所以说会不会突如其来在11月8号之前 拜登又丢出新的纪令 而导致于整个美中的地缘政治关系变得很复杂 这个东西我真的没有办法回答 那我个人的看法很简单 首先如果说你不看汇率的话 那没关系 那你就直接看多空防守价好了 基本上昨天台北股市那一根红K棒是有它的责任 那根红K棒我讲讲白很漂亮 包括OTC指数都是一模一样 那问题重点就在于说 我既然我是一个强势的夜水行情 我能不能再往下跌破多帮防守价 当然不行 如果跌破多帮防守价 那就很容易形成片线 我举例好了 不管包括350市的阳明光 元宇宙的题材 不管包括3665的茂连 2497的一粒店 昨天都是一根红K棒 只有今天马上送你一根长黑K棒 而且还把昨天红K棒的低点做掉当肥料 所以说基本上 不管包括加选股价指数12803 甚至包括OTC指数161.8 绝对不能形成日线的夜水跌破 否则这个行情搞不好反弹又已经结束了 是 接着老师我们看到我们的台积电 现在因为我们的中美建立的关心 其实它是在打先进制程的 我们反而IP系制裁看起来比较有表现 老师您认为呢 好的 那我们就把台积电一起把它解释清楚 基本上我们好不容易看到连续两天 外资针对台积电这张股票 它是站在一个所谓买方 可是问题重点就在于 其实外资它针对台积电的夜水操作 很多说下老师我想做波段 你看一下外资好了 外资在做波段吗 它可以今天站在买方 明天马上搅底抹油烙跑 再讲个更现实的 在过去两天外资买台积电 大概是买了1万张左右 可是你知道吗 它随便单日一卖就可以卖2万张 卖3万张 毕竟外资拥有台积电 还是高达将近有1800万张 那我的看法很简单 377块只要没有跌破之前 它是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 来到411块 那如果跌破了 那就看下一张质卡好了 好的 那我们来看下一张质卡 IPC制裁 那我们看到金金科科刊创意 那这两档哪一个个股比较强呢 还是说他现在可以上车吗 好的 那我个人的夜随做法很简单的 如果大盘主力心太多的时候 我会做多 大盘主力心太空的时候 我就不会去买 所以说我会等一下 因为我讲讲白了 我能不能知道礼拜的主力心 我不知道嘛 所以这是为什么你可以发现 今天整个IPC制裁 甚至于包括ABF的股票 真的往上急冲 然后又往下急杀 那是因为大盘主力心太空 这是为什么 我一直在跟他有强调 大盘你要放中间 个股你要放旁边 这个逻辑你要对啦 你要先看得懂大盘 如果大盘会跌 你认为你的股票是义勇军 绝对不是嘛 如果说大盘会涨 你跑去放空 你就很容易当冲被垫 所以说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 第一个要看懂大盘 第二个就IPC制裁的夜水角度 他们之前跌得非常非常深了 可是问题他们头部 头部的压力 你去看金金科 那个头的压力也是很大 所以说最好的夜水策略 你当然是压回到5字移动平均线 而且那时候的话 大盘应该要主力心太多 更重要的夜水重点 不管包括IPC制裁 不管包括ABF载版 都是投信任养的夜水标的 那如果投信开始出现 脚底抹油落跑的话 可能你就不要买了 毕竟现阶段还在独生大举 只剩下投信 那外资就不要秒差 外资一下买一下卖 期货买5000口 我隔天直接卖5000口 好好笑 所以说基本上的话 在现阶段的夜水操作 我还是老坏一句 多方防守价没有跌破之前 当然能够做多 可是如果大盘乃至OTC指数 多方防守价只要一破 你可能就要全部做 一个水停损的动作 谢谢老师的分享 也记得加入老师LiA跟Telegram 财经全是我们下回再会 拜拜